罵完之後 那你也許就講說 如果我們可以保證這個食品安全無餘的話 那也許我們不反對 這個才會是 才會擺在後面 重點是沒有要罵民進黨 所以趙少康 朱立倫還是搞錯了趙少康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太好笑了 到底誰才是黨主席 今天這個趙少康只是想說 他看了這個新聞稿 他要昏倒了 當然他的目的達到逼朱立倫表示反對 可是你這樣是不是也斷了朱立倫去訪日的路 你就明明知道朱立倫要先去 你不能這樣把這個 所有發展的路都斷掉吧 對啊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 這個趙少康是不是豬隊友 這個也蠻奇怪的 那當然現在對朱立倫來講 他現在確實是兩難 因為他頭上有兩個 剛剛講到除了趙少康是太上皇 太上黨邊之外 他還有一個韓國瑜 韓國瑜現在基本上已經是那個救世主了 而且韓國瑜的方式更好笑 他就是完全就不作為 然後也無為 無為而至 他只要出來 大家就是萬名擁戴 就變成一個救世主 然後你也搞不清楚 這個韓國瑜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等於說朱立倫 他現在整個是不等邊的三角形 就一個是救世主 一個是太上黨邊 那變成朱立倫只淪為 變成一個打工仔而已 我覺得他若是黨主席 會一路到2024 這太誇張了吧 一個黨主席竟然完全沒有辦法 去堅持一個對的事情 既然他都講了 科學事實真是很好的 想要回復正常 結果沒辦法 照上他一罵 馬上就縮回去 那國民黨未來 還想要跟日本跟美國做發展嗎 其實朱立倫 在1月14號 我那時候看到報導這篇 終於正常了 終於想不到一秒鐘又回來了 你知道真的 我那時候心想終於正常了 所以朱立倫現在被那個 深藍靈魂上升 屬於他自己的靈魂越來越少 對他馬上就轉回來了 趙昭康罵他 其實我覺得都算不夠力了 你看他之前 朱立倫可以不理他 他不敢不理啊 他不敢不理 戰鬥藍所有的那些 有聲量的市議員 都在趙昭康手上 誰會聽朱立倫的 都聽趙昭康了 趙昭康講說不對 軟弱 你看怎麼可以不罵 大家就開始罵 那不是罵而已 是連朱立倫一起罵 那眼中還有你這個黨主席在嗎 你這黨主席簡直就跟兒皇帝一樣 對不對 那個太上皇說向左 而是向左 我覺得他不錯 他說知錯能改 很夠意思啦 沒有講如之可教啊 那就多難聽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朱立倫現在想要講 正常的話都不敢講 他前段誰也講了 我們要走中間路線 要走說2300萬人的衣龜 馬上被洪秋樹打槍 對不對 他又說回去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朱立倫是 林涛算是唯一 可以被朱立倫指揮的一個人而已 他說你去講講看 對不對 講錯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們現在才發佈 至少多正常一天可不可以 這種事情 其實我常常講 你要走出國際 這不是你國民黨想走出 是全中華民國都要走出去 全台灣人都想走出國際 都想走到國際去 而你就堅持這個 為反對而反對 這是以前大家講民進黨 說你為反對而反對 現在你怎麼變這樣了呢 現在總共2300萬人的福祉 你沒有看到嗎 我們未來在全世界的貿易量 你沒有看到嗎 現在美國跟日本是我們最緊密的朋友 你沒有看到嗎 你說你要到美國派人 你要到日本去訪問 你這種態度要怎麼去 對不對 那你才前腳剛踏上日本的領土 跟人家握個手 後面戰鬥人就開炮了 對不對 主席在前面實施外交的一個突破 後面的戰鬥人在打自己的主席 回來的時候搞不好被罷免了 回來下飛機之後 對不起 對不起你不是主席了 因為教主已經上任了 我覺得朱一輪現在拿出你的勇氣 不要再把那個新老師放在2024 你要把現在國民黨變成一個正常的黨 現在國民黨已經不正常了 完全被深藍靈魂上身 只要是政府說什麼 一定要反對 對也反對 不對也反對 反正就是先給他三大反敗說 完全失去理智 完全沒有理智 可是沒有理智才有聲量啊 有理智就變得不正常了 所以朱一輪現在不要說你是正常的 當你在國民黨當主席一天 你就一天不一天 一天不正常 慢慢失去你正常的靈魂 你就跟他們一起沉淪吧 來施錡 現在所瞭解到日本福島食品 其實好像中國那邊已經開放了嘛 那現在就說藍營市 還打算把這個東西 又弄成公投 又要再來一次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 真的屢試不爽 國民黨內只要戰鬥人一開口 朱主席就開始戰鬥 就完全整個路線就是被戰鬥人所主導嘛 那本來黨主席說 哦我要這個擴大決策圈啊 那我還嘲諷你們說 你們是不是要開一個LINE群組 難道LINE群組都沒有開嗎 你難道不能夠先問一下 大家的意見如何